福岗市井赛女子担任石米台预赛结束争夺,全红缠以总分435.6分,高居第一名,晋级半决赛。 另一位中国队选手,最近两届市井赛冠军得主陈玉希排名第二,她的分数是393分,第三轮失误之后流鼻血。 本届市井赛的女子担任石米台半决赛将会在下午进行,决赛在7月19日进行。 绿赛36名选手进行对决,一共进行五轮。 全红缠首跳107B拿到84.00,上演水花消失数,如同一根针一样扎入水面,直接拉开分叉,陈玉希第一跳76.50分排名第二。 第二轮,全红缠407C拿到了36名选手中的首个十分,得到89.60分,两跳过后,全红缠173.6分排名第一。 第三轮,全红缠6243D得到83.2分,以256.80分稳居榜首,领先陈玉希超过37分,陈玉希626C失误之后流鼻血。 第四轮,全红缠4跳过后以349.20继续排名第一,陈玉希301.8第二,两人也是为24跳过300分的选手,堪称是中国队的双保险。 第五轮,全红缠5253D又是水花消失数,总分435.6分,陈玉希5253D表现出色,总分为393分,排名第二。 看到弟子有这么好的表现,教练陈洛林也非常开心,在全红缠跳完之后鼓掌。 可以看出全红缠依旧相当稳定,比赛中的全红缠从容不迫,动作和入水都堪称是完美,在预赛中也拿到了第一个满分的动作。 全红缠虽然年龄不大,参加世界大赛也仅仅两年的时间,但很显然,她的实力和累积的经验,已经让全红缠成为顶级的选手。 全红缠虽然排名预赛第一,但她需要警惕,毕竟在最终的决战中输给陈玉希。 2022年的世界杯和世锦赛,全红缠每次都是决赛之前排名第一,但是到了金牌争夺战的决赛,被陈玉希逆转击败,错失冠军。 所以对于全红缠来说,提升大赛的稳定性是非常关键的,期待她在接下来的半决赛和决赛的表现,在已经拿下女子双人十米台金牌之后,冲击双冠王。